所以在臺灣有治療的差不多嗎 對 我那時候是做完第一線化療之後 然後照陣子 大概半年就要追蹤一次 然後照了陣子也是剛剛所謂的 剛剛醫師說那個CR就是完全反應 對對對 那也就是說沒有癌細胞 他不能說是沒有癌細胞 就是影像上照不出腫塊 對對對 對 他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癌細胞 那的確就是癌細胞那麼小 也看不到 是 對啊 所以就 那時候心情怎麼樣 那時候心情其實就覺得說 就當作騎腳車跌倒 然後站起來沒事 拍拍就繼續 繼續過之前的生活了 那已經全部都幾乎算恢復了 對 我其實當然因為我年紀也比較 就是比較年輕嘛 然後我恢復的其實蠻快的 然後我就就回去工作啦 然後 回荷蘭工作 你在荷蘭有上班 對對對 回荷蘭上班 然後就是繼續 繼續過以前的生活這樣子 對啊 那在荷蘭又發生什麼事 在荷蘭就是 當然在荷蘭有繼續追蹤 那追蹤一陣子都沒有事情 但是就是在二零二二年的七月的某一天 我在穿 穿衣服的時候發現 就是摸到胸部裡面有 有一塊東西 我想說不會吧 這 因為女生摸到胸部有一塊東西 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乳癌 那我當然也是很警惕 因為我自己有病史嘛 所以我馬上聯絡了在荷蘭的加醫 然後他也馬上幫我轉到大醫院 去做檢查 然後醫院因為我有 我有病史 所以他們也是很謹慎的 馬上做了切片 那切片 很快一個禮拜 結果又來 電話 又是電話 然後就說是 又是跟之前一樣的 那個淋巴瘤 對對對 他是在乳房裡面的淋巴 對對對 這算復發嗎 對 這算復發 因為細胞是一樣的 但是細胞是一樣的 只是說跑到乳房的機會非常小 為什麼 因為乳房組織是比較獨立的單位 在我們身體裡面很多的器官 乳房其實跟其他的連結是比較低的 所以常常我們看到的是乳癌 轉移到其他地方 很少其他的癌細胞 轉移到乳房裡面 所以這個淋巴癌會跑到乳房 這個機會是有 但是相對是很低 所以這個算是少的案例 那在荷蘭的醫師怎麼跟你說 在荷蘭的醫師 他就是跟我說要做第二線的治療 那第二線的治療叫做自體幹細胞移植 那他也是包含就是化療 然後最後再把你之前收集的幹細胞 再輸回你身體裡面這樣子 所以又是重新的化療 然後甚至更強的更強的化療這樣子 你有沒有做放射性治療 後來有做到放射性治療 局部的應該可以 對 局部的 局部的 就是你開刀切片那個地方 他可以再追加做放射性治療 然後淋巴癌的話其實淋巴是隨著血液循環在跑 其實他是全身的 所以他要做化學治療的話 就是跟著打針下去 跟著這個腰跟這個血液循環 全身都都可以作用 所以副作用相對會大很多 副作用會相對大很多 對 因為在局部這樣死了 對 淋巴癌也算是 算 算血癌 他也算是一種全身性的一個問題 在荷蘭的醫藥費高嗎 在荷蘭其實每個國民都必須要有 所謂的基本醫療保險 所以癌症算是重大傷病 他其實都是有cover的這樣 所以我就是沒有付到一毛錢這樣 那如果沒有 政府沒有cover的話 你要付多少錢 不知道有沒有去 沒有去沒有去看說要多少錢 對對對 是是 你說你做這個CART治療 然後用你的T細胞抽取出來 把它強化 再打回去你的身體 你說剛剛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那個CART細胞治療 那是另外一個 他剛剛先做的應該是自體幹細胞移植 自體幹細胞移植 以往我們常聽到就是骨髓移植 對不對 對 那現在其實他用的是自己的 然後蒐集自己的幹細胞 然後先化療把壞東西殺掉之後 把這個好的自己幹細胞放回去 希望他能夠好 可是應該後來還是沒有好 才會做這個CART治 我其實是沒有做到全部 因為他在 我在做第二次化療的時候 在造症子的時候發現 就是已經產生抗藥性了 他腫瘤沒有變小 反而變大 因為要做這個自體幹細胞移植之前 他必須要把所有的癌細胞 全部清除掉 對 那我就是沒有辦法達到那個狀態 所以那時候醫生就建議說 因為我就算做了那個治療 他復發率可能還是會很高 所以他那時候就建議我說 要不要做這個新的治療 他是一個很新的治療 他就是CAR T細胞治療 那他就是把你身體裡面的T細胞抽取出來 訓練成一個兼兵部隊 然後再輸回你身體裡面 去攻擊那些癌細胞 對 那這個按照亞函提供的資料就是說 這樣的這個CAR T的治療 在臺灣要一千萬 對 現保有給付了 有了嗎 現在給付一次是八百一十九萬 他是有條件 這是限定的 有條件的 在荷蘭也是有條件的 那時候也是就是他們有去審核 或符合那個條件 他們才願意提供就是保險 提供這個我做這個治療 真的 這個臺灣的健保做得還不錯 我現在已經有提供到八百多萬 就是我們健保跟他協商 談價錢 因為我們政府願意付 所以他就沒有原來那麼貴 所以等於說相對在健保付的情況下 他就付八百多萬 所以政府就不用付到一千萬 但民眾自己就不用付了 假設你是符合資格的 那你又復發了 然後又要一次的 要 就要再放射線治療 再要化學治療 那個對你抑制的摧殘有多大 就真的很大 其實一開始就覺得說 我頭髮好不容易長出來了 怎麼又要掉一次頭髮 對啊 然後 因為做化療會掉頭髮 做化療 放療還是化療 化療 化療會掉頭髮 對 做化療會掉頭髮 掉了幾次 我總共掉了三次 對 然後當然就是 當然醫生總會跟你說一個 對女生來講 掉頭髮很嚴重 尤其是我們年輕女生 要戴假髮 要準備假髮 要戴假髮 或包頭巾 包頭巾 是 對啊 但我覺得打擊比較大的是 當醫生跟你說 本來第一線化療後 他是跟你說 你這個治癒率蠻高的 大概有八十幾趴 然後瞬間他就跟你說 你這個治癒率可能只掉了 就變掉到二十五趴 我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其實心裡還是抱持著希望 因為當然是有治療就有希望 是 是二十五趴跟八十幾趴 為什麼這麼大 你有沒有問他 我其實不知道 可能醫生比較好解答吧 要看你本身的體質對治療的反應怎麼樣 對 反應不好 當然就會 後來也產生抗藥性 最後 那個治療的過程有多痛苦 治療的過程有多痛苦 其實我覺得整個治療 都一直在挑戰人的極限 就本來我是覺得說化療 聽起來好可怕 但是我現在聽到化療 我就說他才化療 只是化療而已 然後就是覺得怎麼會 怎麼會心態上的轉變這麼大 他真的一直在改變 改變你這個人這樣子 然後一直一直在挑戰你這樣子 對 以前認為承受的痛苦 可能是極限 後來才發現 那根本不是什麼 就是因為做到後面 後面的治療 會越來越痛苦 然後就覺得說天啊 我以前已經以為 那個化療很痛苦 沒想到這個化療更痛苦 因為甚至我有一次 化療用到某一個藥 他讓我喪失右邊的部分的聽力 這樣子 對 我就覺得天啊 真的一直在挑戰我的極限 還有心情上的極限 對 那挑戰你心情上極限 你曾經想要放棄 我沒有想到放棄 對啊 就想說他這麼年輕 一定還有方法 對 是 常哭 對 很常哭 很常半夜兩點的時候哭 為什麼半夜兩點 就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突然腦中很多畫面這樣子 那你有交代過遺言嗎 有 有 跟誰交代 還是自己寫 都有 都有 就是跟老公交代 跟家人交代 但是其實也就交代過一次 就說我就講這麼一次 然後之後就不要再說了 剛剛大醫師有講說 有一個女病患 他老公在他最嚴重的時候 跟他離婚 只有病都好了 如果你老公那時候這樣跟你提 你會怎樣 崩潰吧 對啊 好險 好險沒遇到 對 不是好險 他老公對他很好 對啊 對啊 這個荷蘭老公全程陪伴 今天露營也來了 就是他對你不離不棄 對啊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精神支柱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